今年要太康 太康 就是是不是 信手拈來就突然間 一個爛魔術之類的 然後過來就有 真的是 身為星光大盪主持人 沒有個幾兆真的不行 金鐘無久找來黃豪平 新春代的木木主持 節目類紅炭 什麼韓星見面會 我看到有人發一個文章 寫說只要看到木木主持 他今天的主持 真的太好了 被圈本了 我知道說 今天跟木木搭檔 我可能自己還要加油一點點 沒有… 我才是真的 還有很多進步空間的人 木木從參加選秀節目 滴滴舞二到被挖掘主持 原子少年 未來少女等 累積不少實力 黃豪平五度挑戰 也要跟上對方的年輕活力 而戲劇類星光大盪 楊曉黎連莊三屆主持 第一年的比較沉穩 第二年的唱片很可愛 然後就是終於配了一個帥哥給我 終於配了帥姓的 搭配演員侯彥曦 其實他也曾主持台北電影節的 入圍酒會戲劇作品也不少 而兩人宣傳照 各自胸肌腹肌見客 大概只有就是乍看可以看而已 仔細看就不好看了 去年那個艙線就穿得還滿不錯的 但他沒有很成功 對… 你把它想像是在演一個主持人 對啦 我還在找那個感覺 念錯或者是 如果那種空白的話 你不會有失誤啦 因為有你在 都是前輩吸新手 持續培養默契 要讓10月18號及19號 分別登場的節目戲劇類紅毯 有更多精彩 TVBN新聞SG小組台報到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殿堂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